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 1月28日 黄晓明杨颖官宣离婚的消息已经曝光 就令网友众说纷纭 不过在大多数人看来 这样的结局无非就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自2009年首次传出飞文之后 黄晓明和杨颖的感情经历就一直跌宕起伏 备受外界猜测 2015年5月 黄晓明杨颖正式官宣结婚 并在同年10月8号 举办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世纪婚礼 当年黄晓明豪出两个亿 并且请来了近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道场 为杨颖举办了一场奢华到极致的婚礼 尽管已经过去7年时间 这场世纪婚礼如今依旧被网友津津乐道 结婚前几年 黄晓明和杨颖就像是热恋期的情侣一样 每到一些重要节日 总会晒出夫妻同框的照片 打破外界对其不合的猜测 那时的二人眼中仿佛只有对方 满满的都是爱意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正值虎年春节到来之际 黄晓明和杨颖会突然官宣离婚 并且还是和平分开 尽管官方对于原因没有过多解释 其实仔细回顾二人的感情线就不难发现 离婚原来早有预兆 2020年11月 黄晓明凭借电影《烈火英雄》中的江丽伟一角 打败肖阳和一杨迁徙 一举拿下第33届金鸡影帝 然而在这段获奖感言中 他提到了父母以及所有有关的人 却唯独没有提到自己的老婆 如今看来似乎也是暗藏深意 感恩我们的祖国 感恩我们祖国养育了我的爸妈 感恩我爸妈又生了我 感恩我们的中国文联 感恩我们的中国电影家协会 也感恩我的老师 崔辛勤老师 当时不嫌弃我 我也感恩一路上带我成长的前辈们 感恩所有的《烈火英雄》的 还有我们的编剧 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那一年 对于黄晓明再次拿下金鸡影帝 杨颖在社交平台没有任何表示 而是选择了默不作声 当时就有媒体猜测 二人的感情已经出现变故 毕竟以往二人不管工作再忙 总会抽出一些时间聚在一起 可直到2018年 二人就很少再提起对方 恰好也是这一年 黄晓明进入到了自己事业的低谷期 一年到头都很少接到剧组邀请 反观妻子杨颖 不但凭借跑男彻底走向事业巅峰 片酬也跟着一路水涨船高 即便演技总是遭到吐槽 可这依旧不妨碍她成为各大影视剧中的女主角 从这一年开始 二人之间的互动就开始肉眼可见地减少 即便是一句简单的生日祝福 也只剩下冷冰冰的四个字 直到2021年李飞儿事件的爆发 也将三人之间尘封已久地往事 再次被公之于众 2021年年初 尘封破浪的姐姐第二季开播之后 李飞儿就因在节目中 称呼黄晓明为小明哥备受网友热议 都知道李飞儿和黄晓明曾有一段恋爱关系 只是轰轰烈烈的感情 并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受到这件事情影响 十几年前的情感纠纷 就再一次被网友扒了出来 从而杨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随后杨颖愤怒发文为自己澄清 作为节目主持人的黄晓明 也在1月10号宣布退出浪姐 结束了这次争议 如今时隔一年时间过去 杨颖黄晓明的婚姻 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 事已至此 也只能希望两个人各自安好 我们俩真的挺配 双鱼跟天蝎百分之百的 配 我特别感谢她 她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在遇到她之前 我就是一个平民三郎 只知道工作 在遇到她之后 我觉得我人生多了太多的色彩 对此 屏幕前的你会怎样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